如果沒有錯 如果這個謝國良沒有錯的話 他不是說要跟NET和解嗎 不是說好好的來談一談嗎 和解不是你本身有什麼樣瑕疵 你有證不得你這來和解嗎 那但是現在顯然你們這邊 包括國民黨中央也要停嗎 不然怎麼會昨天在黨中央開記者會呢 是不是 那你們的論點是什麼 基本上權力相挺 為什麼呢 為什麼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就是昨天的相關的政論節目 我們都不是針對個人 為什麼 因為今天一個法務 一個律師出來上政論節目 他就是代表那個公司的法務 代表那個公司的立場 所以今天我們原則上是 針對NET這家公司 他整個的過程中 在法律合約上 有沒有進行合理的檢驗 那我們看到昨天 所有的契約 都是大日跟基隆市政府 跟NET什麼事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 其實大家前面很多來賓提到 那相關在晚上1月31號 合約終止2月1號的凌晨 在執法的過程中有沒有過當的問題 那為什麼這個余志明下午 開了這樣的記者會 然後邀請這個警察局局長 其實裡面說得非常清楚 他裡面就講說現場在點交的過程中 是執法者 公務員跟進行點交的新業者 在現場 那市民執勤的警員跟市民便利的警員 在現場沒有任何肢體的推擠 也沒有任何衝突 就是來做一個請所將打開 然後進行點交的工作 因為在合約上叫做 有衝突 處長說叫警察把陳律師擋住 沒有肢體的衝突嗎 把他擋住啊 他們是設人權 沒有 這第一個 第二個如果沒有衝突 為什麼會有保護分局長 現場沒有衝突嗎 保護他的訊息 給過 保護官員是早就出來 去表示他受到親愛了 對嘛 所以現在沒有 所以這不是有證點 沒有證點 因為沒有衝突沒有證點 就有 所以為什麼 人家他在現場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今天大家去討論說 市民警員跟市民便利在現場 任何衝突跟任何不法的作為 太好了 為什麼 因為今天出來講話的是誰 是內政部長 林宥昌 請問警政署是不是在內政部底下 馬上調閱 我們又不是獨裁 調閱嘛 不是獨裁 這可以依法調閱 如果你真的認為現場有任何問題 當然可以調閱 現場要調閱才能還原現場的狀況 陳律師有開直播 這個影片現在在蔡律師的粉 FB上面 你點進去就看到有衝突 那樣的視角跟這樣的視角 大家都有全面前 所有的視角都來檢驗 我拒絕你們再繼續破壞我們的現場 那好 林宥昌趕快 這些都在影片上 而且 林宥昌趕快叫警政署懲處 如果指法過當 誰是主管機關內政部警政署 後製就會把你講的話 旁邊就會一直摞衝突的畫面 沒有 我跟你說 這間開個框 會開雙框 然後這邊是衝突 所以我覺得今天你要用個人的一個直播 或臉書專業的個人的那個 那好 那內政部警政署這些員警在現場收證 那大家來比對 沒有 我的意思就是說 很多資料跟證據 不是我們個人講話的 這個其實不一定要內政部警政署講 你自己基隆你的一分局 你是不是要適宜的話 你自己就可以做 你為什麼一定要拉高到林宥昌的層級 他會不會開直播就說很清楚 所以我今天看到 不是 我覺得因為你說視角 那是不是畫面的部分 你也請你們那個一分局 分局長他們到底密錄器拍到的是什麼 到底是推擠 是巨門有沒有火花 或是什麼東西 你也讓我看看 林宥昌沒有追究這件事情 是因為他厚道 他知道責任不在於警察 而在於指揮警察的人 分局長半夜去那邊 巨門是基於興趣嗎 我興趣死然找了一堆弟兄去那邊去 被謝國良叫過去了 林宥昌超級厚道的 他講這個課要 這是林宥昌一個內政部部長 從嘴巴講出來的話嗎 政治責任在謝國良身上 所以你不要去檢討警察 而你要去檢討 為什麼謝國良去動用警察 做這種違法的事情 依法進行收回相關的財產 現場點交 現場都有做相關的收證 產權確定了嗎 產權官司打完了嗎 我跟你講 謝國良自己說三月 太好笑了 我跟你講這過程中有沒有打官司 當然有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內特去 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內特去地獄三次假處分 全部被地獄駁回 一次的行政處分 總共四次全部被駁回 所以你看法院駁回內特的 這樣子的假處分 那當然是回到契約 地獄不送你假處分 內特假處分是去假處分 這個內特 法院駁回 這個建築物 法院駁回 也是因為這個建築物 產權還沒確定 產權官司還沒打 不是 如果產權官司沒打 他不能強制執行的話 他會假處分會暫停 那可是地獄年 沒有事 還沒有律師 你搞清楚 那要回答 假處分 我曾經 林涛先不要激動 林涛先不要激動 因為我相信這個事情 律師會比你再稍微清楚一點 因為他昨天講的我就覺得打個問他 產權的部分 這個部分我講一下假處分的部分 因為我們提假處分是說 現在有產權爭議 那現在市府已經要做招商了 我們請法院可以把這個程序都停下來 那這個時候法院當然有問說 是不是有這麼急 你元契約有什麼處理的機制 那原來大日跟市府的合約裡面 其實還有一個六個月的處理時間 所以法院在過程中 可能相對會認為沒有那麼急 那至於行政法院也把這個案子 去移送到這個民事法院 認為這個假處分 是不是由民事法院這邊來處理的理由 是在於行政法院也認為 這是個私權爭議 那你們自己的律師 市府自己的律師 也說這個是私權爭議 那我就回過到本質來 私權爭議為什麼可以動用到警察 去直接處理 那我現在必須要澄清的是說 就是剛才林濤議員跟市府 也一直在講說 內特應該要去告大日 我們跟你沒有直接的法律關係 或是契約只是路人甲 對又是路人甲 一下子說內特是協力廠商 應該要遵守 應該配合遵守契約 那要產權的時候 就說內特要是協力廠商要配合 那內特有爭執的時候又說你只是路人甲 那我們覺得這個就很奇怪 那現在是我們內特主張說 二到四樓的產權是內特的 那市府主張說樓上的產權是市府的 大日說對這個產權他們不表示意見 那所以內特是跟市府之間爭執沒有錯嗎 所以我們是跟大日有什麼關係 對那第二個是 那市府先前在續約 續約的會議裡面 他也是一再的要求說 大日要去做產權登記 大日做不到 所以市府你不給他優先續約 在這個情況下 市府應該要去告大日 為什麼沒有辦法登記產權 我們是這樣認為啦 對那接下來是 大家可以接受的話 那當然不是你認為他沒有辦法 你認為他沒有辦法登記 在法律上工坊的一方是只沒有辦法在 那我們講直接檢驗的過程中 剛才主持人有提到說 剛才主持人有提到說市府說 三月就可以把產權登記完成 我們我們也提到一下說 這個關於所有權的訴訟 現在都在法院審理中 那三月其實也沒有要宣判 就是因為法官還在請雙方表示意見 還在調證據 而且通常也不會這麼快啊 沒有 簡單說就是產權不明 你不能動用警察權 還在訴訟中 對 那可是他怎麼篤定說 他三月他的產權登記就OK啊 所以因為市長自己開直播講了 三月可以登記完成 我們就看市府在做什麼 所以我們就上去查了 就是市府 我們發現市府已經向地震事務所 申請這個增見登記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公告時間 他是在二月五號的時候做申請 二月六號到二十一號是法定的 這個所謂的公告期間 那前面不是說要尊重司法判決嗎 可是他自己去 所以還沒有申請增見登記 還沒產權的時候就破門而入嘛 對 還沒有申請 那他現在申請了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這個騰本 今天申請的時間 時間是今天 然後產權也還沒有 還只有到地上一樓 對 就是地上一樓跟地下四樓吧 那我們看一下就是 因為主婦已經 因為透過市長的直播知道 他有去申請這個增見登記 所以我們據了解 主婦公司也有去依法去提出異議 那依法行政的 我們來看一下依法行政的 基隆地震事務所應該怎麼做 法律怎麼規定的 如果有異議的話 應該就是要書面提出相關的證明文件 然後呢 這時候 地震事務所可能要用調處的方式辦理 這是土地法 就是土地法就是我們土地建物 登記的一個母法規 那針對如果產權有爭議的時候 應該要怎麼處理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土地登記規則的 57條第一項第三款 如果有產權的關係有爭議的時候呢 要駁回登記的申請 那這個是法律的規定 我們來看一下 法院怎麼講 法院有說相關的這個投資興建人 他可能在法法律上他法律上是可能是可以取得這個建物所有權的人 那如果今天你被這個這裡的被告機關東長都是地震事務所 地震機關他一定要依照土地法59條第二項的規定辦理 因為他不是司法機關 法院怎麼講 應該要有司法機關審理 不可以有地震機關 律師你現在擔心的是說他會透過行政權強渡關山是這個意思嗎 因為他過去的作為我們就認為沒有在依法行政啊 蔡律師你真的不用太擔心 因為你把這些資料拿去申請假處分 然後讓這個微風廣場先不要進場 你可以吧 因為台灣的司法就這樣 你認為這個產權還沒有釐清 所以你現在是否讓他進場了 你就是擔心法院還沒下來 沒有 我好擔心你又會被駁回 你已經駁回三四名次一次行政了 不是 他現在已經事實上接收了 趕快送 趕快送 你現在已經事實上接收了 我要怎麼送 讓微風施工到一半停止 沒有關係你現在送微風施工到一半停止 你把人都趕出去了 好奇怪 微風還沒進場 你可以讓微風新的案子停下來 已經進場了 不是嗎 好 你趕快去申請假處分 馬上進場到一半給他終止 如果有問題的話就是如法 假處分就是這樣功能 不是 我們在討論感人的過程是否合法 感人的過程我剛才已經違印了 你在講後面的救濟方式 感人過程為什麼合法 整個的警察現場執行公務員 你繼續講 旁邊又開一個框 繼續在挖 你繼續講 為什麼合法 不是 最好是趕快內政部警政署 趕快公報消息的違法 太好了 林又昌當部長 趕快把資訊公開 你真的這是在賴皮 因為你不能說 沒有賴皮的問題 因為你不能說林又昌還沒 這不是賴皮的問題 這是說資料公開來檢驗 為什麼合法 不是 公開來檢驗 現場是執行者 公務員 點召的吸引者全部到現場依法 在1月31號結束之後 他進行點加 破門 不用強制力嗎 鎖匠不是破門 他又要一個鎖匠在那邊開 然後呢 就是破門 當然就是要進行點召 破門 警察破門 合約上叫進行 合約上叫進行 合約是什麼 合約了 你現在帶警察 到國獎的法律 你講合約 沒關係 趕快請法院來想辦法認定 你這強變了嗎 台灣是法治國家 我們回到最核心了 你不用嚇這種形容詞 法治國家哪有這種事 你們冷靜一下 我們讓卓冠婷先來表達好不好 台灣是法治國家 我們只問一個最核心的問題 就是你沒有拿到法院的強制執行 你可不可以去把人家家裡的門 把它敲開 衝進去 不行 就這一題就好了 到底有什麼好講 林彤你現在的 你現在辯護講 你聽我講 四個員警跟四個員警都在現場 我剛剛有沒有打斷你 我剛剛有沒有打斷你讓我講 就是你現在辯護的重點是兩個 非常薄弱嘛 第一個點是說 沒有薄弱 那個 你因為警察是內政部管的 沒有薄弱 沒有薄弱 只有弱 只有弱 你因為警察是內政部管得到 所以你就要請內政部去處理 營養廠去處理 第二個點 我最不能接受這個點 現在國民黨互 謝偉良已經互上升到 直接講說 因為NET 他只是協力廠商 他是路人獎 所以他就要被破門 你不是這樣對待人民的 我跟你講 我在政府是服務過的 大日拿到合約 大日拿到合約 他的協力廠商NET 你可以講說NET是協力廠商 完全不是 完全跟政府沒有關係 你們的法制觀念是協力廠商 跟政府完全沒有關係 保護基隆市民的權益 你們的法律知識告訴你說 協力廠商跟政府沒有關係 這個只要有執政過 不可能有人講這個話 再來推彎部獎 推彎部獎 任了一個市民 就算不是協力廠商 你們政府沒有任何一個市府 沒有拿到法院強制令 你可以去破人家的門嗎 不行 這次沒有什麼好拗的 我跟你講 講白了 這次會吵這麼多天 如果今天基隆市政府 有跟法院拿到強制執行 破門進去 沒話講 這個新聞沒得要討論 你們就是承認錯誤 你們去跟NET打官司 關我什麼事 台灣是法治國家 台灣人民的私產 不能被政府隨意的侵占 這是法律的ABC 到現在 到現在的講法 不是 你真的不能接受 所以國民黨的立場是 政府可以侵入人家的名載 趕快把那個8個 可以沒有拿到強制執行 侵入人家名載 假設是現場有任何的問題的話 不是啦 你現在又推到基層身上 你現在又推到基層身上 基層無關 哪裡沒有關 你昨天要把那8個架進去 你已經連兩天 沒有針對事情回應了 哪一個部分沒有針對事情回應 很多啊 你針對一些 好啦 林昌你先冷靜 我們讓柏惟來表達 今天警察要出發之前 要不要有一個執勤這個重點 要不要勤勤教育 他的目的是什麼 一定就是有人跟他 講說你要帶警察 警察才會出現嘛 這第一點 第二點 分局長 我跟你講 分局長 便服那種情況 其實就是什麼 喬裝賭客去賭場 喬光買家去買賭 喬裝嫖客去嫖妓 坦白講就是只有這三個情況 他才會穿便服啦 你今天是到底把這個東西當什麼 那是為什麼是 到任兩天的分局長 去幹這件事情 為什麼是刑事民辦 為什麼是謝國良出公文 這哪一件事不是事實 警察今天會去 你有帶搜索票 拘票嗎 你有法律的判決嗎 你有強制執勤的這個嗎 你把人都趕出去了 然後說那你們去申請 你怎麼不在人趕出去之前申請 對不對 今天你要不管嘴他是假方 乙方 大方東 二方東 他現在人就是在裡面 你就是不能破門 然後跟大家講說 沒關係 有問題找林佑昌 有問題把那八個警員抓起來 命令是誰下的 命令就是那個謝國良請假邱佩玲 帶行出的公文 那警察才會去現場 你說警察沒有強制範圍 影片也好 文字記錄也好 都看得到警察列人牆 拒絕讓NET進入現場 這不是阻礙什麼是阻礙 然後說我們這個叫做 點交正常程序 我等一下把你麥克風打下來 說我們這是正常政論節目 不讓你講話 你覺得你會舒服嗎 所以重點就是 今天到底是把這個案子 當成什麼樣的重大刑案來辦 我剛剛講的那幾個 大家可能聽得很適合 什麼毒 什麼毒 因為那個是違反國家秩序 那個是刑法 NET今天是犯了什麼刑法 他有強佔嗎 他有在裡面做非法交易嗎 有違反善良風俗嗎 所以到底為什麼 需要動用警察去為人搶 這個才是我們關心的重點 一直都不解釋 千萬這些都不解釋 一直在講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你明明有法律專家 你明明有市府官員 你明明有非常多的行政資源 可以把這些問題 一個一個解釋清楚 你的第一招就是 手機打開開直播 然後媽媽林佑昌 說說自己是快樂的中年人 傅崑奇不快樂嗎 傅崑奇他剛出來而已 沒意見 我現在是最招募的 你不是再生意 你不是說自己的